新北市林口区一名知名的拉麵店 在用餐的時間 这个店里头呢 弥漫着一个刺鼻的气味 在场的客人被呛到 眼泪鼻涕是流个不停 甚至还有人跑到了厕所去吐 调院其实最后才发现 原来是一名准备要升高中女学生 在店里头喷洒了房廊喷雾 事后女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之下道歉 店家虽然不打算提告 但是伤愈已经严重的受损 让业者非常无奈 拉麵店里正值用餐时间 女童豪端端的就突然开始大哭 妈妈上前安抚 但马上也闻到了空气中的刺鼻气味 接着整间店的客人都开始闻到臭味 眼泪鼻涕狂流 根本吃不下面陆续离开 所以室内每一座客人也都是在 咳嗽流鼻涕然后呕吐 我们也是一座一座的道歉 店家原本以为是外头施工才有异味 但一吊监视器发现 竟然是一名女学生吃饱了 就开始连续喷洒房廊喷雾 她可能只觉得好玩 可是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困扰 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后续要善后 然后跟客人一直陪不是 可是对她来说她就只是 就可能哭一哭就没了 事发在新北市林口区这间知名拉面店 28号中午女学生和朋友来用餐 却乱喷房廊喷雾 店家发现她疑似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联络校方后终于找到人 她也在爸爸陪同下道歉 解释房廊喷雾是同学送她的身高中礼物 只是试喷不知道威力这么大 我喷到空气中 很多人又把它吸到我们的气管里面 也会对气管造成很强烈的刺激 也会一直很咳嗽啦 甚至会造成气喘啦 事发画面曝光 网友也开玩笑说 学生惹是是暑假特产 律师提醒这样乱喷房廊喷雾 已经涉及过失伤害罪 虽然店家不提告 但白白亏损了营业额和商誉 实在无奈 街道黎明州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训练